就是还是要来邀请我们的心如姐 因为心如姐她在爱与感恩 她在感恩心法 不光是感恩心法 她在做感恩 爱与感恩这个方面 她真的落实的非常的一个彻底 我之前听过她的一个分享 我希望说 因为今天我们正好导读到 爱与感恩这个段落 那就最后的时间 我们就邀请心如姐 来帮我们做一个分享 谢谢心如姐 谢谢 好感恩金金 这个超过的时间 那我因为 可能变成我也很紧张 没有心如姐这样子好不好 你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可是我邀请你下个礼拜 真的再来就是No.1 你可以在第一位分享吗 因为你的那个分享 真的很非常的有power 是是是感恩感恩 感恩大家 然后感恩天地 还有让我这个 稍微跟大概五分钟的时间讲 因为我觉得你看我们 我会发现 我们有因果观念 才会有智慧 对吧 对吧 因为你了解了 那你有发 我们有没有发现 爱跟感恩 就是送给自己 最好的礼物 对吧 对 赞同吗 对 赞同 对要解因呢 果才能解 对吧 那解因在哪里 在心 只有用心去解 因为心的作用力是最大 所以各位 因果因果不要怕 因解了果就解了 所以因呢 一定要解 就是用心 那这个部分呢 我下个礼拜再跟各位分享 你知道吗 我们今生啊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 人生本是梦一场 何必 太心伤 前世纪本 今世芒 悲剧许迹轮流上 悲欢离合 皆无常 有人出生就有人亡 子宫金殿 仍辉煌 历代金主 再何方 这里面告诉我们 人生会灭 可是灵魂永生不灭 那张金有跟我说 今天分享感恩 我真的 我讲一个 我用感恩的心去圆满我 家里 就是我们家 我们自己家 不是婆家 婆家那边我有圆满 那我想说的是 今年初 因为一月份 那我们 我爸爸过世很久 就是99年的时候过世 我还记得当时他过世的时候 我有写一个绩效文 就是我想念给爸爸听 可是因为哥哥才 因为我是嫁出去的女儿 哥哥才是主角 跟哥哥讲话口齿不清晨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念了以后 有一个人跟我讲 我本来不想哭的 因为你讲的 你念了以后我才哭出来了 他是我的亲 这是我们的朋友 那我想讲的是说 因为我 我本身姓王 我爸爸姓业 我妈妈的本性姓真 你看我跟王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的是血缘 但是他喂养了我 因为我们是王家的 我妈妈是王家的养民 那我就用了一个感恩的心 去做这件事情 那过年的时候呢 我就回去 我哥哥就有 就在过年前就说 妹子啊 我们呢 全部把所有的家人 扣在一起 我们回来吃饭 我们不要年初二 因为要出去的女儿 可能年初要回去 我说好 那我们就约定你 年初三 那我就跟六年初三的时候 我就跟哥哥说 哥哥跟我说 我们所有人的费用呢 家里有多少钱呢 有多少人呢 自己付费 就等于我们半桌 那大家自己付费 比如我家四五个人 那我就自己出五个人 可是当时我的我呢 我是最小的妹妹 我是最小 在家里排最小 我就跟哥哥说 哥哥不要 我来出 他说不要 不要这么多人 我说没关系 因为我们家 真的还蛮多人 算算起来大概五桌 可是我就跟他讲 你给我 你给我表现的机会 我哥哥说 不要不要 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说 借你去跟哥哥说 后来哥哥有顺从的 就让我有表现的机会 那我就 所以我们就call了全部 嫁出去的孙 那个侄子啊什么都回来 然后呢 那一天在吃饭的时候 我突然呢 其实我回去的时候 我先到王家的祖先 牌位那边去谢谢他们 我说谢谢你 养了我们这么大 然后呢 我就到 因为我们家住乡下 我们前面有一片地 那我就这里土地说 谢谢你喂养了我 我从小在那边长大 我就用感恩的心 去谢谢他们 我就做了两个动作 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大家都很开心 他们也不晓得我要讲什么 然后知道一半我就说 咦 姑姑有话要讲 她说哦好 姑姑有话要讲 大家静下来 我就开始了 因为我 我大学四年了 我住了我大哥的家 住了我姐姐的家 住了我二嫂的家 因为我们家住桃源 我在台北念书 然后我就起来说话 我说姑姑要感谢你们家爸爸妈妈 那你知道吗 你们小时候的生活 姑姑都参与到了 因为就住哥哥家 我就可以跟那小孩子生活在一起 住二哥家 二哥的小孩 我二姐家 因为我可以跟他们生活 她说你看到你们的生活里面都有 都有阿姨跟姑姑 我说但是我今天要感谢的是 你的爸爸妈妈照顾我 然后我就跟我的哥哥 跟我嫂子 还有跟我姐姐 因为我姐不过事 我就讲了一些感恩的话 就大家听着听着 眼泪就流出来了 但是我当下 我自己很感动 因为我把他们圆满在这里 所以他们就过来抱我 然后我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回馈你们 所以我就包了 一包每一家包了一个红包 应该我觉得那个数字还好 那我说这只是代表我的心意 我想圆掉你们对我的爱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记得我们以后都可以这样一起 所以那孙子 就是我们的子女 他们就是 我们大家边讲 就边丢眼泪 后来我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哥哥姐姐都来抱我 那我老公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所以我觉得 我就圆满了这样的一个 家庭里面的爱 我们虽然没有很有钱 可是我们没有纷争 我们没有为真财产的事情去 因为我们有土地 像我嫁出了 我们都是盖给哥哥 我们没有任何人 为一毛钱去争过 我们的感情很好 我哥哥常常都说 妹妹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又想你 我回去到我嫂嫂家 我就跟嫁出去的女儿一样 就跟人家说 女儿贼女儿贼 回去就是因为我们家有土地 所以在乡家他们就会种菜 每次回来就是一车的菜 我们也就当公关 所以我就发现 因为我们自己懂得感恩 然后把他孵出去 我就觉得好棒 我的子女有意思说 姑姑什么时候再回来吃饭 你知道吗 那个爱的力量就在凝结 所以我觉得我圆满了 虽然我跟王家没有血液上的一个DNA 因为我姓业 所以我现在就回头 我就感谢业家的祖先 因为有他们还有我们 所以就会往上往上 所以当你懂得爱的时候 其实到处都可以做 然后像我每天早上 我一定对着外面 我感恩天地 感恩今天所赐给我的所有姻缘 我回头晚上我再感恩一次 谢谢你 我谢谢天地给我今天所有的圆满 我还会感恩一个各位可能没想过的 感恩你的灵魂 感恩你的灵魂跟你一起要成长 我都会感恩他用智慧带领我 对应的所有每天 所以我早上开启的时候 我跟我的灵魂说 我希望你用智慧带领我 去面对所有的一些姻缘 晚上的时候我就谢谢他带领我 因为我们要灵魂成长 要跟他一起成长 你别忘了还有他 所以他的其实灵魂的记忆体 是他比我们还清楚 生生世世所有的因因果果 他比我们还清楚 可是他就看着我们怎么成长 所以我觉得爱跟感恩的力量很大 那我在夫家 我就有机会下次讲 我真的也圆满了 我觉得我们家都没有婆媳之间的问题 没有着礼的问题 我们真的都很棒 所以但是很棒的是因为 爱跟感恩这个氛围 让我不断地去做 让我不断地心恋传达 所以真的超级生命密码 懂得因果的人才会有智慧 才会活出真正的智慧 但我刚讲的 爱跟感恩是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 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辛如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那刚刚有哽咽的地方 是我自己真的也很心动 很有感触 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别忘了 不是自己在顾这个家庭 你的祖先也会因为你一个人的得道 而跟着上来 一人堕落 你的祖先会哭九泉 所以要慎重这一些所有的因缘 好吧 那我想说的是 因为我刚好有电话进来 那也会吵到各位 所以我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我希望大家的共振里面 我们得到的是智慧 得到的是所有的人 这个能量场的 这个语言上能量的分享 我感恩天地 感恩太阳 盛德老师 有这样的一份超级生命 让我在这边成长 然后感恩赵恩金给我最后几分钟的分享 感恩谢谢 谢谢心如姐的分享 真的很感动 谢谢大家